而这场大雨也造成花莲溪水暴涨 持续冲刷花48线旁的养殖区 这两天的冲刷有8分地流失了 大雨持续不断 因为这个地方紧连着花莲溪 养殖业者担心入月之后 溪水暴涨恐怕会回及到 养殖区及耕地的安全 涨溪水不断冲刷建英大桥旁的耕地 让当地养殖业者相当担心 眼看着一旁的土地不断流失 遭到溪水的冲刷 担心在燕碗时 雨势较大 溪水恐怕持续的侵蚀 造成土地流失更加的严重 那个泥沙那个土层都已经封了很多了 对不对 这一面全部封掉了 已经刮到这里面来了 所以它这个现在就形成是一个冲击 冲击坡的位置 对对对 前面很前面 你能看到最远那个地方很高 那个是台塘地 那边当然不会怎么样 那边没有做也没关系 可是你现在这边比较低 你看水都往这边来了 主要这里是花蓮溪的冲击坡 对对对对 所以它一直会往这个地方冲 对它已经往这一个转弯地 有没有 刚好冲到这里 它已经刮进去了 那边刮最多了 已经刮得很深了 从中心桥往南看去 溪侧已经有相当大的面积 被暴涨的溪水吞没 花48仙道旁的养殖区 是大榮里最为低洼的地点 靠近花蓮溪的养殖区域 目前也未设置防坡堤 经过两天的冲刷 已经造成8分地的流失 大雨持续不断 养殖业者相当担心 入业后的吸水暴涨 危及到养殖环境的安全 记者林杰 凤林郑采访报道 他现在也持续在掏 你也持续在疯 你不要太靠近